這邊剛剛是決定換投手 把蔡明慶給換下去 換上來的則是球衣背號61號的左投手沈玉傑 去年還在中信金隊 原本在球季的尾聲 說要改練打折 所以要上來打看看 結果新球季 已經是披上新龍牛隊的戰袍 繼續來擔任他的投手的角色 在這個時刻上場 沈玉傑要面對到兄弟相對的第七棒 楊宗范 左打的楊宗范 今天四個打數出現了一隻的安打 牛隊測試的味道相當濃厚 反正就是面對左打者 那就派左投手上來 兄弟相對這邊 基本上也沒有代打可以換 真的傷兵太多 剛剛算了一下 今天在野手的部分 能夠上場的 除了陳瑞昌跟劉玉安 兩位傷兵之外 其他的野手都已經用掉了 不過沈玉傑上來之後面對到楊宗范 連續兩個球都是壞球 對 兩個球 一二雷上有爬著 兩隊是兩分的差距 打擊兩中半並沒有出棒球出 變成一好球 兩怪球 來了一個外角的滑球 雖然這只是一場熱身賽 不過兩隊的球迷都已經不是在熱身了 都當作正式的例行賽來看 剛剛牛隊換投手的時候 還有叫不要換 叫打爆他 所以沈玉傑雖然是熱身賽 這個時候上去救援 他也不希望失分 所以在兩塊球之後 他連續兩個區球搶得好球數 現在是變成兩好兩壞 可見他不想被擠出來打 有任何的一個失分 球員還在熱身 球迷是已經熱身完畢了 已經準備了 剛剛興奮牛迷也是興奮的大叫三陣三陣 連續兩個區球之後 那這個塞一個內角的一個進身球 那事實上可見李毅偉在配球的一個功能還不錯 對 去年李毅偉還在中信晶隊的時候 這個當時中信晶的總教練 曹總謝長亨就說他很想李毅偉的配球 他的一個配球的一個思考模式 的確在年輕一代的捕手不可多得 揮棒獲通 打擊的楊宗犯遭到了再見三陣 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沈玉傑救援成功人的最後這場比賽 興奮牛隊是以10比8 擊敗了兄弟相對 也讓兄弟相對吞下了他們在聯盟舉辦熱身賽裡面的三連敗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